这是一颗小米兰 是今年4月份还是5月份 5月份吧 和网友交换花的活动中 网友送给的 这个呢 当时可能是5月份吧 5月初 拿的时候呢 网友说是1月份 今年1月份签插的 那么我拿回家以后呢 就给它准备换个盆吧 结果发现 从1月份到5月份 还没有长根 还是给它换了盆 换了土 主要是换了土 你看这个土 这就是专门用 用于扦插的土 它的Purlite比较多 这种白点点 叫珍珠眼 透气好 保湿性也好 那么 那么我怎么知道 它活了呢 现在是9月底了 这个又过了5个月 又过了4个月 我怎么知道它活了呢 第一 它长了新芽 这个从塑料袋里的取出来 一直在塑料袋里的包着 这个取出来 可能也就一个星期左右 那么它长了 一个是长了新芽 这个芽 这个淡绿色的 是新长出来的 而且还长了开了不少花 当然了 这个都是它以前带的花孤兜 那么它长新芽出来 顺便给带出来了 长新芽呢 并不代表 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长根了 那么我也怀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怎么确定它长根了呢 顺便提起来 这被刨掉了不少土 是小花里鼠 估计是小花里鼠干的 一个是轻轻拔 拔不起来 拔不起来 其实刚拿回家的时候 其实也试着拔过 没拔起来 结果把土都倒掉以后 发现它还是没长根 那么我就看了一下它底部 换个角度看看 翻过来看这里 看见了吗 前两天看着还是发白的 现在变成棕色的一个小根 伸下来了 所以能够确定它确实是生根了 这个米兰呢 属于中国南方的植物 不是很耐寒 所以冬天需要在室内过冬 今天想说什么呢 想说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想说一下盆栽土 从这次生根的实验 就是换成这种新的盆栽土来看 它对这种盆栽土的要求 和因为我知道 它在读了一些文章 说是它喜欢沙壤土 微酸 whatever 但是像这种 透气好 保湿性好的盆栽土 它还是蛮适应的 还是蛮喜欢的 从它的生长状况来看 所以以后呢 还是准备用这种 长期用这种好的 专用的 透气好的盆栽土 而不是去想办法 给它制造那种原生地的那种生长的土 那是在地里生长土 可能不一定适合在多伦多这种在室内生长 第二个想说的是过冬 什么时候搬到室内呢 前两天已经到了零上9摄氏度 零上9摄氏度 在外面待立晚上没有问题 这之前查过 在百度上好像是还是哪里 说这个米兰呢 要生长在零上1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 但看样子 零上90摄氏度没问题 后来又查了一下 在英文网站上 英文网站上也有介绍 这个在北美种的也比较多 特别是在美国南方 说是零摄氏度左右都没问题 所以呢 我就准备在温度降到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 搬到室内 那么过冬呢 我还有其他类似的小苗 比如说桂花呀什么的 这么大都不大 准备还是用掏在塑料袋的方法过冬 这样的话省事 对它也好 对我也省事 方便 不需要老看它是不是干了 是不是要浇水啊 我这也是头一次养米兰 准备把它像桂花呀 枝子花一样的护理过冬 也请有经验 养米兰有经验啊 特别是室内的 朋友不吝嗣叫 在下面留言 给我多多提建议意见 好了 这个米兰今天就说这么多 这是一个养化原因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